最近新冠肺炎的传播量越来越严重 在这个疫情那么严重的状况下 不幸中的大幸事 幸好有房在手 大家好,我是Agnes 这个是2 今天又是2 of us 很多国家现在都在努力的做防护措施 还有行动管制的这个证刺下 就为了让新冠疫情的状况得到平稳 可是一天一天过去了 我们重病者的人数每一天都在攀升 死亡率也在慢慢的增加 可是在这个非常时期 如果你有房子在手 请给你自己一个like 怎么说呢 我相信很多国家为了阻止新冠病毒的蔓延 已经实行了行动管制的政策 就例如封城 可是虽然说我们停工没有做工了 还是要还住宿费的对吗 可是如果今天你有自己的房子 而你还的是工期而不是租金哦 这就代表即使每个月需要还给房子一笔住宿费 可是你还的却是自己的房子 不是在帮别人供房子哦 而第二 如果现在拥有自己房子的朋友 恭喜你哦 因为在上个月 政府已经宣布延迟各项贷款6个月的政策 就是说你的房款也会归入在内哦 所以你们是可以optional 6个月延迟不用还贷款 可是利息还是会照算 不过不是compound interest 所以如果有房子的朋友 你经济上有困难的话 你的房子是可以延迟6个月 就是在4月1号开始 不需要还房子的工期 一直到10月才开始继续还你的工款 可是如果是租房子的朋友 这个福利就没份了哦 每个月的房租还是要招贴 而第三 如果现在手上有房子的朋友 如果你们知道 今年其实政府在1月跟3月 分别已经下调两次OPR 就是说你们房子的利息会因为OPR下降而降下来 换句话来说就是你的工期会变更少 其实银行会通知你利息下调 而你每个月还房子的工款 其实会减少大概50到100令吉不等 就depends on你的房子的价钱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租物资的话 你就跟着一个优惠插身而过了 而第四 就是如果你有自己的房子 你就有自己的避风港 你的MCO可以在自己的家里舒适的过 怎么说呢 大家都懂行动管制就是不允许全部人上街上或出外 包括工作 所以基本上你从睡醒那一刻开始 吃饭洗澡看电视 一直到你再回去睡觉都会是在家里度过的 所以有一个很舒适的家里 就代表你的MCO可以过得很舒服 可是对于在外面住屋子的朋友来说 可能他们住的屋子就只是一个让他们睡觉的地方 所以现在变相的我们行动管制大概四个星期 你这四个星期都必须要在你租的屋子或你自己的家里度过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房子的重要性 好 第五 在这个非常时期 其实有房子的朋友你很幸运 因为房子是资产 我相信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下 很多商家都无法正常运作无法正常做生意 所以很多大公司跟大集团 其实已经开始留职停薪的这个行动 很多人可能就已经开始面对财务上面的问题 经济状况走转不来 而如果这个时候你有房子 房子其实就是你的资产 如果真的是在经济太糟糕的情况下 可能你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多余的房间租出去 又或者是在最糟糕的状况下 你急需要现金时 你的房子可以拿去refinance 所以你就可以把房子拿去抵押给银行 而cash out一笔资金是可以让你应急所用 当然如果如非必要 就不需要走到refinance这一步 好啦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帮我们留言跟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